马来西亚冰城读书会 攻读尽丝文化出版的 正言上人《那旅足迹》 书中都是用浅显易懂的文具 看完等于汲取了 正言上人的日记 让很多年轻的志工 觉得是生命的宝典 从中找到人生困惑的解答 《那旅足迹》从书分春夏秋冬 四季出版 如同正言上人的日记 详述 言教 身教 法教 赵施敏 18岁 人生的疑惑 总能在《那旅足迹》一书中 找到解答 《那旅足迹》这本书 它就好像伤人就在你面前 你有什么不明白的 你就看《那旅足迹》 你就可以解读很多 这样说它也不会很深 那本书就好像伤人 你就问什么问题 它就会回答这样子 马来西亚冰城读书会上 全神贯注请做笔记的 还有他 黄欣彩 《那旅足迹》其实有什么的 心得在买的 我就想把这个概念 带到我们的社区去 好书分享能改变习气 与显祥忏悔 过去满头金发叛逆 现在替了清爽平头 也回归校园当学生 在会场向父亲鼎礼 修补父子情 这份好园来的不算吃 大新闻 真山北志工梁记者 庄慈林马来西亚报道